- 交車 - 我們要走了 我們要出去玩 - 我們要去交車 - 交車 - 我來做我的行動電影 要去交車 - 喔 這台 大大媽這台是電動的 - 這馬可波波不是嗎 - 對啊 - 馬可波波不是電動 - 為什麼三百多萬的車還可以那個嗎 - 是電動的啊 - 對啊 你不知道 - 喔 開始 - 我有開電池但是沒有開到馬可波波波 - 你當時變換馬可波波波 - 唉唷 它的冷氣不是坐在裡面耶 - 對啊 - 要坐在外面喔 - 是的 - 對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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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所以這次很特別 - 它不要坐到裡面 - 當然 看一下 來 - 它要留在 - 它說它的櫃子要留在放東西 - 真的喔 - 欸好特別的人喔 - 喔 - 欸真的 - 它都放東西 - 是的 - 它還留在放東西 - 喔 - 好做嗎 - 感覺應該很難做耶 - 欸不太好做 - 對啊 - 而且它連管線都沒有耶 - 都包在裡面 - 是的 - 喔 - 漂亮 - 嗯 - 要利用這一塊把它包起來 - 對 - 這樣做起來很美 - 很美 - 而且完全沒有管線的問題 - 越似乎越來越厲害了 - 喔 - 技術是可以被訓練來的 - 嗯 - 潛能配備激發出來的 - 我們只能說這個團隊越來越強 - 我們有一種 - 想要好還要更好的一個團隊 - 對啊 - 哎呀 - 啊為什麼沒有抓那個環啟動啊 - 它是食染的 - 喔對我沒看到 - 喔 - 所以它是本身就有了 - 對 - 了解 - 嗯 - 喔對啦 - 實然是本身壓縮機就有寫程式 - 欸不一定啦 - 就是看各家啦 - 喔 - 每一家都有它的優缺點 - 喔是 - 都有它的優缺點 - 那我們要試吹嗎 - 好來試吹一下 - 開看看 - 喔你開五度捏齁 - 喔 - 因為是剛在測試 - 喔 - 這個馬可波羅齁 - 喔應該是講說 - 這種 - 這種叫什麼 - 欸先頂的露營車啦 - 像這種是 - 我們沒有 - 車主的不好意思幫他掀啦 - 喔對 - 對 - 對 - 我說這種先頂的 - 那種原廠露營車齁 - 冷氣坐在右手邊 - 這應該是第一台 - 真的 - 因為大部分都會坐在櫃子裡 - 對吧 - 有人坐到後方啦 - 嗯 - 坐在這 - 其實這個車主 - 其實這個車主 - 已經給我們做過一台的海力士了 - 蛤 - 喔 - 這是他已經是給我們做未開海力士 - 這是他的 - 呃 - 當初因為等馬可波羅等太久了 - 海力士是新的嗎 - 是啊 - 全新的給我們做的啊 - 所以他已經海力士玩了一年了 - 喔 - 他的馬可波羅來了 - 所以回來再找我們 - 考慮了很久 - 要不要做冷氣 - 最後還是來找我們 - 給我們這項任務 - 中天氣 - 你看 - 沒有來做冷氣 - 這個 - 四百多萬的車子 - 沒有冷氣就 - 沒有 - 住車冷怎麼辦 - 對啊 - 很可惜喔 - 這個考慮了很久很久 - 少了一個靈魂 - 考慮了很久很久 - 最後決定還是要回來找 - 啊 - 這樣子有影響到那個動線嗎 - 抑制 - 你這個動線沒有 - 唉唷 - 試看看 - 你去試試看 - 好大大媽媽試一下 - 那個老闆娘應該不會用 - 可以嗎 - 馬可波羅我倒沒用 - 對啊 - 來啦 - 你厲害嗎 - 唉唷 - 試看看來 - 推不動 - 唉唷可以啊 -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- 推了推了 - 欸剛剛說這樣大大媽媽買一台耶 - 唉唷 - 欸真的不會影響到耶 - 厲害吧 - OK啊 - 你看這邊剛剛好 - 剛好完全超過 - 嗯 - 所以我們的客人還是信賴我們是有道理的 - 對對對對 - 就交給我們就對了 - 這樣你想辦法 - 欸我跟妳講 - 欸我跟妳講 - 這個 - 裝下去的話 - 嗯 - 我看很多人會 - 很多車主有更多的新選擇 - 是 - 因為 - 有些人他還是希望裝在這裡面 - 因為他不想要看到一個門戲在這邊 - 是 - 那有些人他要這個空間 - 對不對 - 自由選擇 - 自由選擇 - 所以事實上客人最後的決定就是說 - 住裝在哪裡 - 因為那個地方老實說也用不到 - 事實上也愛不到 - 對啦 - 對啦 - 不影響啦 - 然後他還是有犧牲一個小地方 - 因為他要放電池 - 嗯 - 電池 - 所以我們有配的電池 - 電池放在哪裡 - 放在那邊 - 看一下喔 - 配兩百花的兩顆 - 一樣是放在 - 喔 - 再換一下燈號 - 嗯 - 好 - 這裡 - 這邊 - 喔 - 我們之前是放一顆啦 - 是 - 然後這邊是放兩顆 - 因為這個車主禮拜一來找我們 - 嗯 - 他只給我們 - 三天的時間 - 那也來不及訂製 - 是 - 所以我們 - 只能將就 - 只有用我們現有的庫存的 - 電池來幫他解決他的需求 - 對 - 現有的電池 - 沒有啊 - 所以你知道嗎 - 這個客人他是選了這個 - 存電給冷氣用 - 所以呢我又帶了我的行李來 - 對 - 因為他說他還要需要 - 本來想把這個行動電源去支援冷氣 - 我說基本上不是很可行 - 對 - 電流不夠大 - 就是電的容量也不夠大 - 對 - 吹的會不過癮 - 所以我們說 - 那就專程的給他吹冷氣用的 - 那如果你要使用力變氣什麼之類 - 再用行動電源 - 像這樣子 - 來把他搬上去 - 我們還是要講一下那個 - 太厲害了 - 有有有有有 - 哇 - 但是這個 - 這一顆是有一點大啦 - 哪有 - 兩度電 - 看一下 - 上去 - 這是兩度電 - 應該有的都有啊 - 該有的都有啊 - 哇這個借我 - 借我一個大方向 - 這樣 - 這樣你找得到嗎 - 我很好奇耶 - 我剛剛沒有想到耶 - 你要把他轉過來 - 轉過來 - 我剛剛沒想到耶 - 怎樣 - 如果他的行動電源 - 直接放到裡面 - 不是 - 在裡面對不對 - 然後呢 - 他的充電器插他上面 - 他如果沒電了 - 他可以吃這一點 - 喔 - 他可以充他 - 不是 - 不是 - 這個有不斷電器 - 我們這個行動電源 - 他叫做不斷電系統 - 對 - 他可以供應就是 - 對啦 - 直接插的他就可以 - 對他可以直接給他用冷氣 - 現在這種行動電源 - 他就是所謂的不斷電系統 - 對 - 就是他這裡斷電20秒 - 他就會直接開啟 - 使用 - 他就可以 - 支持他的電 - 補充他的電 - 對對 - 然後就可以供應冷氣用 - 繼續供應冷氣用 - 當不斷電再使用 - 就是不斷電系統就是這樣啊 - 對 - 所以兩度電也更無用 - 你知道這個馬可波羅 - 跟Ocean啊 - 他們上面的逆變器是多大嗎 - 我不知道 - 你不知道 - 我又不是賣車的 - 我不知道 - 我跟你說 - 這樣 - 兩百 - 聽說都是頂多兩百瓦而已 - 那 - 使風機起不動 - 那我問你 - 兩百瓦能用什麼 - 電鍋也弄不了 - 電鍋可以 - 電鍋是 - 我跟你講 12V的電鍋是一百瓦 - 然後如果是四人份的電鍋 - 那個110V的大概最低 - 我買過最低是280瓦 - 所以一般不能用 - 對 - 很少 - 所以我們 - 比電可以 - 比電可以啊 - 但是你在上面 - 有時候你需要用到 - 電煮東西的時候 - 你怎麼辦 - 對就沒辦法 - 對不對 - 你總不能一直用火嗎 - 因為有時候你到 - 某一些地方 - 你又不能明火幹嘛之類 - 是是 - 那其實電還是很方便 - 是 - 如果我說比較白就好了 - 你在上面要吃個飯 - 你瓦斯 - 有幾個人可以用瓦斯煮飯的 - 對不對 - 那這部車真的是有一些 - 有一些不完美 - 因為它的空間不是很夠 - 所以當我們供應它註冊冷氣的時候 - 要不然它的櫃子的犧牲的空間 - 要選擇啦 - 要選擇幾的啦 - 對 - 所以我們 - 有勢必有得 - 我們建議它 - 最好的方式就是 - 你的電池就是用一個純電 12V供給冷氣 - 然後再來就是你再去找一顆 - 類似重的行動電源 - 你看 - 當然越大 - 它的容量就越大 - 對 - 對不對 - 相對的它也會越重 - 會鬧不動 - 剛剛我拿到說都說很重了 - 不好意思我還可以拖勒 - 因為它有輪子 - 對這個有輪子 - 那這個好處是有輪子 - 那放在車上是ok - 那至少它的密便器 - 足2000 - 可以應物很多的 - 一般的 - 足2000 - 就是一般的 - 他們喜歡用那個火鍋啊 - 那個什麼 - 火烤爐啊 - 基本上所有的電器都夠用的 - 基本上都可以 - 如果單獨使用基本上都沒關係 - 吹風機 - 像Dyson吹風機也可以 - 因為Dyson吹風機大概1800 - 那你要簡單介紹一下 - 還需要簡單介紹一下電池 - 順便帶一下啦 - 嗯好 - 就四個開關而已 - 嗯 - 打開 - 沒問題 - 還要充呢 - 對沒關係 - 順著一趴 - 然後一樣啊 - 打開開關 - 用DC - 開了這裡就可以 - 這裡會出現DC - 然後這裡12比0你要擦冰箱 - 就可以用 - 這樣子 - 然後呢 - 110一樣開這裡 - 它會出現 - AC - 旁邊 - 風扇那個逆變性聲音會驅動 - 然後這裡 - 這邊就可以用 - 有四個 - 喔 - 對 - 然後都有蓋子蓋起來 - 聲音很小 - 很小 - 然後開關 - 那個蓋子蓋起來 - 這樣 - 然後不用 - 110比較耗電 - 不用的時候要記得把它關掉 - 再來的話 - 就一個比較特別的 - 就是這裡可以充手機 - 啊然後接一下手機 - 無線 - 無線充電 - 來來來 - 無線 - 要無線嗎 - 我這個是可以充電 - 你試看看 - 欸來試一下大大媽的 - 喔好 - 她不曉得她的手機 - 到底有沒有無線充電 - 喔好 - 來喔 - 一樣它這裡有一個無線 - 打開這裡會出現 - 放上去 - 嗯 - 放上去 - 欸 - 充電中 - 哇喔 - 就直接上面就可以充電了 - 這樣子 - 嗯 - 太好了 - 嗯 - 算很方便啊 - 嗯 - 然後 - USB的話 - 就是要開才打開 - 只是它這USB - 真的分得比較細 - 它真的有 - 滑充 - 超快充 - 喔 - 對 - 然後這一個完全就是慢充的 - 嗯 - 然後這些都是快充 - 嗯 - 對 - 這樣子 - 你講那麼多 - 往下一個 - 那我就用這個電池 - 來給你冷氣吹就好啦 - 我幹嘛用那個 - 啊這個沒有大的輸出啊 - 輸出電源啊 - 什麼意思啊 - 就是一般我們這種行動電源 - 會有一個輸出線 - 欸 - 先把它關掉 - 有些人一定會這麼好奇對不對 - 好 - 你都講了 - 對 - 好 - 講一下 - 這裡就是我們一般的輸出電源 - 輸入電源 - 我們幫它充電嘛 - 充電的部分 - 這是充電的部分 - 然後這是 - 譬如說你要側充 - 太陽能板 - 嗯 - 這樣對不對 - 嗯 - 可是它沒有大的輸出 - 那我用110給你冷氣用就好啦 - 啊這個是12V耶 - 你要怎麼用 - 我接12V的冷氣啊 - 110怎麼接12V的冷氣 - 我用12V的冷氣啊 - 我用12V的冷氣啊 - 就好啦 - 蛤 - 有沒有110的冷氣 - 110 - 有啊 - 大基冷氣啊 - 裝得下嗎 - 裝不下 - 那請問它的室外機怎麼辦 - 對啊 - 放哪裡 - 這麼大一個你要怎麼辦 - 這個就是客人不懂 - 我替它問 - 因為很多客人就講說 - 我要用大基的 - 為什麼 - 因為它有暖氣 - 那我就問他說 - 你的車夠大嗎 - 你的室外機要放哪裡 - 明明那個大基的室外機 - 像Evico還可以 - 這麼大的體積放在室內 - 對吧 - 室內隔一個空間給它用 - 那一般這種車 - 好吧 - 你來隔一個 - 這麼大的空間 - 全部給室外機 - 全部給室外機 - 然後你車子要再挖個洞 - 孩子 - 為什麼我們會用這種冷氣 - 來給各位看一下 - 給各位看一下 - 來這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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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我們為什麼會用這種冷氣 - 給這麼小 - 給箱形車 - 給各式各樣的車輛在使用 - 是因為它是12V的系統 - 對 - 它也有24V的系統 - 然後它用我們的電頻就可以了 - 就這麼簡單 - 然後它小 - 然後它的冷度也夠 - 就是這樣 - 對 - 那你如果要用大晶冷氣 - 第一個室內機大 - 你剛剛講不可能 - 它有一個 - 除了110的體積大以外 - 它有一個 - 如果你用110 - 你的逆變器會打開 - 有人對逆變器的聲音 - 大小聲 - 會打開 - 我也是 - 對 - 到了晚上 - 原則上我是 - 不用 - 不會在車內使用逆變器 - 對 - 天啊沒有 - 那你如果晚上110 - 那你就是 - 一晚都要開的逆變器 - 而且逆變器 - 它只要一個熱度到 - 它的風扇都會缺用 - 對 - 但是沒有辦法避免 - 所以會很吵 - 對會很吵 - OK - 就每個東西 - 更有它的優缺點 - 對啦 - 歡迎來諮詢 - 我們這邊有好幾個 - 專業的諮詢 - 也可以諮詢我們大大媽 - 也可以諮詢老闆 - OK - 通通都可以 - 好不好 - 那大大伯跟大叔是 - 不接受諮詢 - 我們兩個是負責 - 負責玩的 - 負責玩的 - 這樣會不會太過分 - 好 - OK - 負責玩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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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